老师拿起砖子 开启切割玻璃灯的前置作业 这里是台北市旺华区 名为一马村的实体空间 这个活动由里面进驻的社群 大水沟二手屋发起 将废弃玻璃瓶再生成阅读灯 来提倡环保议题 我已经很多次了 像老师组合很多玻璃 不同颜色的酒瓶 插在不同的器皿 又不一样的感觉 许多人对万华的印象 可能会认为是一个老旧的社区 或是社会议题常见的所在地 然而一马村希望 透过空间的再生 以及人的重生 来拉近与万华当地民众的连结 共创解决议题的力量 希望可以再更推广 就是环保再生 或者是一些二手务的这些运用 让这个城市里面 更多的人可以去发挥 大水沟二手屋以物的再生 响应环保意识 平时他们也会将铁罐 木材 旧衣物 还有玻璃瓶回收再造 让废弃物也能变成创意作品 这个过程 是我们现在提倡的环保第一环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影响到 这整个所谓的大循环 可是我们可以在其中的一小部分 做到我们自己做的小循环 一马村透过和进驻的社群合作 与民众多面向交流 此次活动结束后 期待民众带走的不只是环保作品 也能将这份重生精神伸直心中 记者余心彤 罗宇轩采访报导 感谢您的告诉您 感谢您 Joan